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揉冰箱 这一点 是一样的生命现象 最好 有些生命现象 这种方法 排成 雞蛋 好,我們上一堂課看到生命現象的概括的關聯性能力道 代謝壓基本上是整個生命現象的核心 就是你從各種的發覺反應裡面去做一些組合 然後可以展現在生長、攀直、反應或運動上面 好,但越複雜的生命現象事實上它顯示到了 可能不完全只是發覺反應的問題 因為它要動作的配合,比如說運動 運動至少很明顯嘛,你可以看到你手頭的關區這個過程 對不對,所以你這邊的兩根骨頭跟這一根骨頭 好,它會被拉近,對不對 然後利用的是哪邊,利用的是這個地方或這個地方的肌肉 對不對,上面二頭肌收縮,對不對 把這兩塊骨頭拉過來 下面三頭肌收縮,然後你的這兩根骨頭再拉遠一點 在這邊從地生死,對不對 好,所以當然會看到構造上的改變 可是這當中,內部你的肌肉有沒有在消耗能量 然後使肌肉細胞產生受縮的動作 這樣騙解了,所以比較複雜的生命現象 如果你要完完全全用化學反應來解釋 其實是真的會比較困難一些些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化學反應的部分調令 就是,代謝既然是指生物體內的各種化學反應 那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跟生物體外的化學反應 那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跟生物體外的化學反應 如果你們有做過的和化學反應相關的實驗 對,一般在實驗室裡面,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預先配合不同的溶液 然後混合,然後接下來反應發生,對不對 會把某一個試劑調劑,然後夾到某一個溶液裡面去 好,所以一般來說 呃...實驗室裡面我們所做的這個生物體外的化學反應 那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當然第一個很麻煩的是 你好像沒有辦法直接看得到,為什麼 不管你細胞做任何的事情,對不對 然後它都會包在細胞裡面 好,所以你要直接看它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有困難 可是透過一些技巧,我們可以發現 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呢 不外乎要先去準備一種中央的工具 你看,比如說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等一下好,稍微再往照 不做化學平衡,這個反應在幹嘛 水過了 不平衡係數的話,這個反應正好 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 所以我都不知道 ない你的ине 不平衡 你們可以開關你的小胞圍嗎 可以嗎 什麼 有沒有異議 沒有 可是,如果今天不是在生物的課堂上的時候 也許你應該會再去猜 為什麼它不可以撐回到燃燒 如果沒有限制你反應和條件 我只要讓你有想辦法讓它發生 它為什麼不可以撕燃燒 它可不可以撕燃燒 有沒有人做過不通常的燃燒 我現在手邊沒有 如果你的家裡剛好聰巧有那個方糖 它的葡萄糖混得更好了 方糖因為主要還是熱糖 你看那個方糖 然後呢 在那個正方體的一個角落的地方 沾一些些酒精 然後疊過火 那時候它就會一直燃燒 很簡單的時間 就是它可不可以燃燒 糖跟燃燒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講到燃燒 我可不可以把生物體內所進行的這個過程 就不要用呼吸桌了 我就放棄到呼吸桌這個詞 然後也把它叫燃燒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放棄到呼吸桌這個詞 你聽了嗎 好 既然我們生活上很常見的看到的是燃燒這個現象 對不對 好 某一種東西 劇烈氧化燃燒 那所以我乾脆 換掉呼吸桌 不要按呼吸桌 就直接把這個反應的過程到燃燒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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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 問題 問題的 理論上你應該要背貨 一般燃燒通常會有兩個附帶的現象發生 燃燒通常會有兩個附帶的現象發生 一叫 光 二叫 熱 所以你身體裡面 此時此刻正在進行這個反應 你有發熱 體溫 有沒有發光 有沒有發光 沒有 好 那所以這叫燃燒好像 不是這麼貼切 OK嗎 好 所以 如果我們拿這樣的化學反應來看的話 就會很明顯 這個化學反應 我可不可以在生物體內完成 可以 而且我們在生物體內完成 要的是什麼 二氧化碳跟水 換不著特別去設計一個化學反應 來提供你身體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很需要 你要二氧化碳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 通常如果寫在生物體內的時候 會去特別強調 我們記得真正要的是 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拿到我們身體運作需要的能量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燃燒 欸 它發光或發熱 不知道你要燃燒幹嘛 也許你要是要燃燒 再做其他能量的這個利用 對不對 好 但它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 燃燒是不是應該看起來 會比一般生物體內的這個呼吸作用 要劇烈很多 那 一般的燃燒 不是要三個條件嗎 首先你要有可燃物 其次要有 助斬度 第三 還要達到 斬點 對不對 好 假設呢 如果今天在你體內進行呼吸作用 我只需要三七度左右就可以完成 或者讓它發生 對不對 那 你如果想要讓我們來燃發生的話 我們怕應該是大慾 對不對 所以你有可能讓你的體溫 為了要獲得 不淘糖分解 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對 讓你的體溫不要到一百度以上 對不對 對 種族客觀的條件來說 這四股都不普及 那 所以生物體內在進行化學 滿意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很多化學反應 早在自然界當中 它其實就可以進行 那 可是生物體內 我們有它不得已的地方 比如說 大部分的生物 還是喜歡生活在殘渾 你聽話這什麼 對不對 二十幾度到三十幾度這個範圍 可是一般 對於絕大多數的生物來講 比較偏好的輪度範圍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條件已經受到限制了 所以呢 雖然 比如說你想要燃燒要達到 達到燃點 對不對 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不可避免的條件 但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透過生物的一些方法 工具 我們利用一些工具的這個配合 其實是可以把這個反應的門檻降低 後面可以提到這個 暫時 只是在談那個化學反應的問題 所以 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 跟生物體外的化學反應 如果我們就參與化學反應 你需要配合的資源工具來做的話 這個就是那個關鍵 你要有酵素 因為酵素可以讓一個 在自然界當中 需要一個比較高門檻才會發生的 比較高門檻才會發生的 就是化學反應 我們可以講到一個比較低的盒看 對不對 那你看那些 在那種南極冰原 後來就是發現 南極冰原表面 也有一些微生物 對不對 長點冰凍的情況之下 然後這個病毒性 除在零下 這個不二十度的情況之下 它還不是一樣可以正常滑下去 對不對 所以表示 像這樣的事情呢 基本上是生物的特質 狀態的特質 再來 一般在生物體內呢 應該是像你一天當中 像你現在 呃至少 你已經洗床之後的 平均體溫都會比較高 你晚上睡覺熟睡之後的 體溫就會比較低 對不對 好 剛剛 有提到那個 你的體溫跟人家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體溫比較低的時候 代表的是 你身體對這樣的一個 呼吸作用的反應 其實是稍微降到一個 比較低的需求 所以那個時候 施放出來的能量比較少 所以你的體溫可以適當的降低 對不對 所以 也表示另外一件事情 基本上 它是需要去做 它是需要去做調節的 你現在做的 跟你到操場上 開始聚焰運動 比如說快跑 對不對 那個時候 你身體內的呼吸作用的 速率 反應速率有影響 所以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是 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 是需要調節的 有時候 我們要把反應速率調高 配合呢 我們身體 旺盛的代謝作用 對不對 然後 有時候呢 要調低 你現在用不到這麼多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大量的消耗 這些 你身體內的重要資源的話 形容是難對的 可以理解嗎 好 另外一個 就不寫了 但它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你要讓一個 生物體驗做起來 這個化學反應 應該很難數 應該很難數得清楚 所以生物體內的 各種化學反應 其實離難滿 你看 在這麼多的化學反應裡面 一般 像在化學課本 化學的領域裡面 我們也會去提到 就是說 那你現在 化學反應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歸納一些 比較共同的特色出來 所以生物 這個部分我們從生物的觀點出發 大概呢 可以把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 分割成兩個類型 第一個呢 生肢為 分解代謝 好 整個的情況呢 它是一個分解的代謝 就是物質有分解的化學反應 通常你只要看到 在這個化學反應當中 有大分子分解形成小分子的情況 比如說 糖分分子的化學能 透過氧化的過程 我們有想要照 這是一個氧化的過程 那 糖分子的化學能 透過氧化的過程 釋放出來 所以一般這樣的化學反應 通常在生物這個地方 我們會去強調它釋放出來的能量 對我們身體有意義的 而且我們還會希望這個能量最好的 不要只是熱 最好有很多化學能 因為我們真正能夠用到的是化學能 好 熱能只是順便拿來維持體溫 知道嗎 熱能中就會散失 所以那是在從我們身體內熱散失的過程 我們順便利用一下來維持體溫而已 可是真正我們事實上有用到的是 這個能量攤中的化學 跟不幸的質量都會發生 糖分子的氧化過程當中 會產生化學能 但也會產生熱能 當然如果我們的技巧越好 拿到化學能比例越高是越好的 這是一個流氧呼吸 順便把這個名詞講一下 你們以前特色有介紹到呼吸作用的市場 這個只是呼吸作用的其中一種 叫流氧呼吸 所以換一個字馬上就第二種 呼氧呼吸 因為高中可以談到這個細節 然後所以像這個呢 葡萄糖是我們要去處理的關鍵化合物 兩是搭配的一個物質 對不對 然後最終最終我們要的是能量 但是回到物質不滅的道理來講 葡萄糖的關鍵如果我們用碳來碳的話 原本跟這個碳原子合作的有情跟氧 然後經過這樣的處理之後 再把碳抓出來 欸 只剩下誰 只剩下氧的存在 有沒有從大分子到小分子 有沒有齁 所以這樣的概念基本上 它就是一種氛結代謝 這樣 好 那如果我們再去看 我們每天照三餐 比如說你現在早餐呢 吃一個火火蛋三明治 拿一個肉醬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有糖類有蛋白 然後那個煎蛋的時候 會不會要用到油 好 所以如果說 現在你的食物成分當中 有變成分 然後透過你的消化刀的處理 口香可不可以處理澱粉 欸 口香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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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要搭配1億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將澱粉處理成 讓澱粉處理成很多很多個葡萄塔 因為澱粉是用葡萄塔串起來的一個巨大的分子 對不對 所以你消化道就在做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要處理腐蠔炭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吸收便分 那難度快調了 因為它分子量過度的大 如果我們能夠把便分切割成一個一個的蠔炭 分子量就小很多 小少那種毛要吸收脹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容易 這個過程剛剛不知道我們是不是 要選 所以三餐基本上吃東西的時候 很多都燒好還是搭一些水分 會比較好消化 所以你看喔 澱粉是用很多文坦 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寫的話 那有點像這樣子 很多的葡萄彈 所串起來的一個大的有機物的分子 那我現在把它切割開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是不是比較大 這樣是不是比較小 分子 OK 那白質應該很熟了 好 應該都聽過 蛋白質的組成單元叫 胺 胺基酸 對不對 所以它在講什麼事情 就是如果你拿很多個胺基酸 一個一個去借起來 它就會是大白質 對不對 所以胺基酸跟蛋白質寫比較大 一個蛋白質會含有很多個胺基酸 很多個一個蛋白質 好 好 那所以蛋白質經過了分解之後 就可以產生很多的胺基酸 那不行喔 所以你的消化道裡面 每一罩的三餐你吃東西的時候 幫你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這些所謂的食物的養分的分解 這個就是分解代謝 這樣 我看齁 好 我先把水點出來 因為我們將來會把這個關鍵再碳到 好 所以一定要交代 這些物質的分解過程當中 是需要學的 好 所以記得吃東西的時候 搭配點水 喝點糖 基本上真的是比較好 好 到這邊了 因為再舉下去 我還可以用死防的分解 對不對 好 所以例子其實是絕對不少 那我們先舉一些比較熟悉的 好 所以對應到 用猜一下 對應分解代謝 如果把代謝分成兩個類別 一個是分解 所以另外一個很有可能 分解的相反面 如果大分子變小分子是分解 所以另外一種處理 一定是小分子變大分子 小分子變大分子 小分子變大分子 就是 合成代謝 那合成代謝跟分解代謝 它有一個替代的詞 合成代謝有時候 有時候 有些書會把它叫做 同化 作用 分解代謝有時候 它們會把它叫做 好 一化作用 好 再不然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 有時候引用的名詞 翻譯的用詞 不太一樣 那所以 合成的精神在於 我現在呢 利用一些小分子 通常是有紀錄 然後再產生大分子 好 所以 拿剛剛你吃的 比如說 換你吃的是 吐司 饅頭之類的 裡面有豐富的澱粉 澱粉經過你的消化道分 解變成是葡萄糖 對不對 好 大概這個時間點 你體內的血糖 濃度應該是早上這段時間 血糖 血糖值是最高的時候 OK 問題是 你現在坐在這個地方 身體也沒有濃濃度 所以你短時間之內 拿到這麼多的葡萄糖 你身體會不會 很快就把這些葡萄糖 完全用掉 會不會 可是現在血糖又過高 可以怎麼辦 我們身體有一種 瞭解的方式 就是趕快把 嫌疑當中 過多的葡萄糖 轉變成為 好 甘糖收索起來 兩陰線 不夠 對 假設下一節課 你會上體育課的話 等一下就已經拿去管理了 你懂嗎 或者是 通常你早上這段期間 幾點開始會了 萊伯說 希望早餐之後 9點 開玩笑的啦 10點吧 10點 對 快11點的時候 喔 10點 感覺有點 你可能是67點吃早餐的 我就相信10點 要不然正常的應該 差不多在11點比較合理 假設你大概是7點初吃早餐的話 或者甚至於到8點吃早餐 大概到11點會覺得餓 對不對 OK 我們會覺得餓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 你的胃空空的 可以理解齁 你早餐吃的食物已經離開胃了 所以這時候呢 胃在你早餐進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撐大了 然後它收回去的時候 就產生了飢餓感 第二個 你的血糖降低會引起飢餓感 所以這時候提醒你幹嘛 提醒你應該要再準備吃了 要再準備吃 我會常常講的就是 準備 不是馬上 你看齁 所以 奉勸就是 只是提醒你準備而已 你要馬上 所以如果11點2的 發現 別人下櫃少空港 然後去買個東西 馬上解決午餐 你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這個時候 你身體應該沒有這個資源可以用 所以 這個是一個 預備心的動作 如果說 你現在短時間時間找不到失誤 你也不用太擔心 就是不會到 有發生任何困難的問題 肝糖接下來呢 它會走這個路線 肝臟 肝糖 肝糖 在肝臟這個地方的肝糖 在你的血糖開始降低之後 它可以被拿出來的血量 又產生吐浩糖 又進入血液 OK啊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11點開始餓 然後餓到12點 餓到12點半 然後剩餓到1點 這樣時間一直不夠 你就覺得又餓了 可以理解嗎 因為你血糖回來了 OK啊 所以那個肝臟感就消失了 表示你身體還是有資源 可以理用的 這樣可以嗎 好 再來 再來 還有一個對比比較明顯的是 你現在把葡萄糖給分解掉 對不對 然後產生澳氧化碳代謝肥物 產生水代謝肥物 我們要的是它當中 施放出來的可用的化學能 對不對 好 問題是 你身體哪有那麼多葡萄糖 可以讓你持續的消耗 那個關鍵就在於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化學反應 它可以讓無肌物轉變成為 有肌物 對不對 這後面這個你寫不寫就 這邊了 好 所以這個反應就是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的意義是嗎 光合作用的意義在於 這個反應我需要 光能 對不對 但最後在生物身上利用的 並不是光能 而是化學能 所以這個反應的重要性 意義之一在於 你可以把它解讀為 這是一個 可以讓光能轉變成為化學能的機會 因為我們要的是化學能 而不是光能 OK 植物相對於我們 只是多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它有工具可以去接收光能 但包括植物 你都不要誤會了 包括植物自己本身 它實際在運用的能量 是哪一種能量 還是化學能 OK 但是因為它有液體素這種工具 所以它可以先去接收光能 再把光能轉變成化學能 那之後它要用的能量 其實是化學能 好 這個是我們沒有的工具 所以我們就只能做這個事情 我們只能去利用現場的化學能 變成葡萄糖 對不對 葡萄糖後來再拿去氧化掉 我們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在利用化學能而已 知道嗎 這是身為消費者比較淺潔的能力 所以也突顯出生產者的優勢 你看好 好 所以這個反應 如果你要從能量的觀點去解 這個當然很重要 OK 這是一個有機會讓光能 轉變成為生物 好 有化學能可以利用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 這是能量的觀點 另外一個是物質的觀點 構成生物體內 其實構除掉水分不彈的話 真正在的比例比較高了 還是有紀錄 你看 這是一個 可以讓生物有機會產生 這是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是 這是一個有機物合成的關鍵過程 所以兩個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 是光能轉變成化學能 第二個 它是一個有機物 你看 二氧化學無機物 水分無機物 可以透過這樣的能量的物質轉換 產生葡萄糖 葡萄糖是有機物 所以你看這個化學反應多重要 你從能量的解釋來看 就出現出它很重要 從物質的觀點來看的話 產生有機物 生物體才會有有機物 可以形成生物體的勾搭 對不對 好 我猜有這些有機物 可以提供生物在運用能量的時候 的物質轉換的這個企業 好 不管你從哪一個觀點來看 這個化學反應都非常非常重要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抓那個精神 既然這個反應 從物質的觀點來說 我真正重視的其實是它 而不是它 氧氣其實是附帶的 噢 葡萄糖分子才是關鍵的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往前看 請問你要做糖 對不對 哪一個元素 不可活學 對 所以從簡單到複雜 那看出口想不就有這些了嗎 OK嗎 好 所以不可能把所有歷史都舉完 所以以後自己抓這個精神 好 整個對生物體重要的化學反應感 好 反應物一定有那種比較關鍵的 反應物一定有那種比較關鍵的 OK 所以你去看那個關鍵的化合物 它在這個反應的前後 到底是簡單去向複雜 複雜去向簡單 好 再去區分它到底是屬於 合成代謝還是分解代謝 OK 所以你看 你現在身體內 你食物可能還在消化當中 請問有沒有分解代謝 剛講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血糖偏高的時間 所以靈體內有沒有合成代謝 所以幾乎在任何時間點 靈體內的合成代謝跟分解代謝 所以是同時都在進行 好嗎 但我們可以依據不同的狀況 比如說一些消化道裡面真的就有東西 那一些身體 肢體也很不忙碌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適度的調高一下 像這種消化道的分解代謝 對不對 如果肚子空空的 就是消化道裡面空空的 那所以 這些消化道分解代謝的速率 基本上幾乎降到零而易度的東西可以消化 他不喜歡找那個什麼 比如說有一種那個殘胃的毛病 就是什麼 你現在明明胃裡面沒有東西 胃痠分泌過溝會造成什麼問題 因為你胃壁是不是就可能就變成會受損 對不對 你的胃液用在胃壁上面 都不是用在食物上面 對不對 所以輕微的話 可能就是簡單的胃痛一下 長期下來可能就是胃腰 胃痠 胃痠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代謝 好 那所以從這地方開始 我們要去看 它跟生長的部分 到底有什麼關係 上次已經提到了 一個生物的生長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現象 細胞速增長 然後我們要去看看 那這些就能讓人吃進去 胃腌 像是在外身 都會有的 偏見 我們看到它 最喜歡看的話 就是那些攘割 最喜歡看的 一定要做的 因為它的活動 就是看得分 了 邊油 對 生長這個過程裡面呢 不外乎我們可以從兩個觀點去切入 第一個 只就某一個細胞來說的話 細胞的體積增加其實是屬於增加 你要讓細胞的體積增加 請問你要不要同步的讓組成細胞的各種化學物 尤其是有幾乎增加 可以理解嗎 對 那以多細胞生物來說的話 它整個身體的發展成熟過程當中 不斷的犯罪細胞分裂成生更多的細胞 對不對 然後才讓它整個身體的架構達成熟階段 請問這個過程當中 不斷的增加細胞樹木 那我是不是需要有更多的有機物 才可以做出更多的細胞 OK齁 好 那生長基本上很容易就不用代謝就解決掉了 為什麼 既然不管你要增加細胞的體積 還是要增加細胞的樹木 對不對 累積有機物是必要的 而且這個累積的有機物 它可能會是像什麼呢 比如說 肝糖大概你不會覺得它有比較大的重要性 我們舉一個遺傳上很重要的 你要不要製造更多的DNA 每一個細胞都要有遺傳物質 對不對 所以你要不要合成DNA 好 上次這個有提到 細胞膜的組成是什麼 我中間有提到 細胞膜的組成是質質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 一個細胞變兩個細胞 我是不是要有更大面積的細胞膜 所以我是不是要合成 細胞膜需要的那種質質 合成哦 聽懂嗎 好 接下來 當活成的細胞 基本的架構有膜 有細胞 細胞是零件重要的構造 都出現了 那接下來這個細胞 看起來是活的 它是不是要開始有一些能量的消耗 然後開始運作 所以有消耗的部分 有消耗的部分 但也有合成的部分 剛才講 一樣會是DNA 一樣會是細胞膜 對不對 好 所以 在整個生長的單下 基本上 合成代謝跟分解代謝還是一樣 另外 任何情況 只要這個細胞是活著的 合成跟分解都會存在 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生長 我勢必得去做一點調整 怎麼樣的調整 因為我現在對於有機物的需求量是增加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合成代謝的反應速率 是不是應該要適當的大於分解 這樣才有可能讓我合成更多的有機物 或者更具體的講 是合成更多複雜的有機物 來應付 我現在要做細胞 而且要做很多的細胞 對不對 所以這樣層次才有可能 所以在生長的當下 一般來說 像我們整個生長的過程 到新少年之前 最重要的階段裡面 事實上病體內 從長遠的時間來看的話 病體內的合成代謝 還是會大於分解代謝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呢 比如說 我媽你們以前的同學有這麼厲害的 就是那個 比如說 他那個早餐吃一個簡單三明治還不夠 還不夠吃兩頓 然後中午呢 一個便當不夠 可能要吃到兩個 對不對 然後晚上呢 是用碗工來做的 結果呢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的 基本上什麼都會打起來 對 有嗎 你們以前有這種狗 有啊 超討厭的 有啊 一點點羨慕的感覺 對不對 好 那個是時間點的問題 現在還是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等他年紀再加個十年 你知道他又相容的免費 所以他還不會胖 就表示他厲害了 好 所以 生長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現在不夠人家建構身體 以身體的組成的物質 細胞的樹木 所以合成代謝有必要大於分解代謝 對不對 那我們上次講到 生長跟繁殖 不過就是以限之格 繁殖的意義是什麼 繁殖 個體樹木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增加個體樹 第二個呢 這一個 有一個 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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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 3、2、3 有沒有一個生物的壽命是無限的 所以我們知道會過這樣的手段 讓生物代代相傳 當它會一直有機會在地球上出現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當下 這是解決現在的路 這是解決長遠的路 所以繁殖的時候 勢必一定會牽涉到細胞分裂的問題 對不對 我要增加個體數目單細胞 對不對 細胞分裂就是繁殖 多細胞透過生殖細胞 或透過無性生殖的手段 就會產生新個體 所以這個時候 不只能增加個體 它還可以延續這個生命下去 對不對 所以請問 如果生糖跟繁殖在基本的概念上這麼像 所以在繁殖的過程當中 而且正在繁殖的個體 有沒有需要增加更多的有機物 所以想像一下 當年你慢慢都辛苦 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當然你沒看到那一段 對不對 然後 你以前留下照片的話 你看他懷孕之前 照的照片 懷孕時期的照片 懷孕後一年內的照片 對不對 你應該也聽過有些孕婦的話 就是懷孕期基本上 那個營養不太適合 有沒有 就生產完之後 能一時之間還不容易消回來 但是能量都投資在哪裡 就投資在你身上 然後 所以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是因為怕這樣子 而不想生小孩的話 這個只要把它捏得好一點 就是精準的去估斷一下 這個需求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兩個大概算最簡單的 你看 多細胞 多生物 多生物 對不對 是怎麼講 它的基本精神的效果 對 化妝大腺基本上 會大於更簡單的線型 OK 所以接下來 感應跟反應的部分 我們要一起看 對 三四秒 你們什麼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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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麼 對 對 對 euch 哪 哪 這一 我們要 你 感應跟運動我們一起談 但我要先把這個運動這個部分呢 再提升一下 運動基本上只是一個生物 展現出來一種反應的類型 然後先解決一個感應的部分 所以從我們來講感應到底要感應什麼 上次有提到一個例子就是7 你應該要環過這個寒袖上 碰它一下 對不對 然後上次有提到 我們皮膚上面有觸壓能熱痛 然後這樣的皮膚感覺 對不對 你的眼睛可以感光 耳朵可以感受到生意的震動 所以感應到底在感應什麼 感應不要是想辦法去接收 感應代表的是生物對環境狀況的掌握情形 你看 那一般會提到環境感覺都是外癌的 所以比如說你可以感受到今天比較涼狀 但是好像有一點悶 對不對 可是當你身體發燒的時候 你有沒有 就算沒有體溫劑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身體有不舒服 聽懂嗎 所以這個感應基本上來遠 絕對不是只外在 好 才發發你身體內 你真的不舒服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感應 你也許沒有辦法說清楚 但它就是會發生 好 所以接下來呢 當這些刺激我們透過工具 你要能夠感受特定的刺激 那你就要有工具 所以像眼睛就是一種光的受氣 我們的耳朵這些構造 從耳膜聽懂這些到內合的構造 好 這個就是手氣 你看 你的秀年膜 你的味蕾 這些 能夠感受細微的細胞 我們利用這些 有特殊感受能力的成分 或者是細胞 然後去感受特定的刺激 OK 這樣的過程 這樣的過程 就是感應 好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拿反射動作就很明顯 反射動作基本上 是一種趨直立胸的做法 你腳已經踩到釘子了 正常的 你腳都已經碰到釘子了 你腳是硬要拖回來 所以你有看過孔頭 那種 腳已經踩下去了 然後呢 你要踩到穿的 然後腳才會縮回來 這樣反應就會有點過慢一點 對不對 觸電也是一樣 耳體來說 手要即使縮回來 上次有提到放鞭炮 鞭炮都已經在你旁邊炸了 對不對 要是被鞭炮的爆炸聲 還是面對這個爆炸的爆炸聲 對不對 閃光燈一閃 對不對 請問你是眨眼 還是直接一點點 任何眨眼眨眼 看一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 對嗎 所以 如果我們從這些 比較我們熟悉的動作來看的話 沒有發現 其實它一定有感應 就是刺激發生 刺激發生這個環節 可是問題是 刺激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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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沒有產生一個 因為這樣的刺激 而所引發的一種 對應的一個動作 或者是反應 所以感應事實上 這樣子能解決前面的環節 後面還要有一個 對應於這樣的刺激 有產生的反應 對嗎 對嗎 好 那 要產生反應的時候 你接受刺激要有受氣 所以如果要產生反應 比如說你現在反射動作 一般常常見的肢體會活動 對不對 一腳縮回來 手縮回來 對不對 然後呢 頭轉過去 對不對 好 等等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能會用到 一些構造 然後 來去產生反應 然後 這個各種的反應當中 最容易直接用肉眼觀察的就是運動 對不對 好 反射動作的肢體活動裡面 你是看得到它的變化 你看看齁 所以 觸電 手縮回來 這樣可以吧 如果觸電的手不縮回來 這樣就有問題了 你懂 所以兩件事情湊起來 它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生命現象 否則 你有個事情都好像是做了一半 那是非常多的力量 對不對 如果說 你不做反應的情況 那你去感受這個刺激的 表示這個刺激對你來講 根本就沒有利益 所以因果因果 兩件事情串聯起來 整件事情才是完整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解決比較庞施莫及的問題 所以反應當中 我是不是真的一定得是運動 就像是講什麼 當你肚子餓的時候 對不對 或者你看看好吃的東西的時候 開始流口水 胃 開始不舒服 為什麼 你東西還沒吃過就開始不舒服 因為有時候 受到一些食物的色香味的營養 對不對 你胃衣有時候就開始分泌了 那時候胃是空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大為的是 胃是空的 然後胃衣開始分泌 而且很分泌的胃衣 肌肉在誰身上 只好回過頭來 作用在你自己的胃黏膜上面 所以一半時間之後你就覺得不舒服 好 所以它也許可以是肌肉的活動 但有沒有可能是像這種 只是一個分泌的作用 所以那腺體分泌好不好觀察 恐怕就比較有難度了 對不對 好 再來 那還有可能是什麼 比如說你只是體溫的變化 這個就是有時候 如果體溫的變化的幅度 大到一定的程度 否則你還不見得這麼明淡 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 過度的發熱發燒 對不對 你可能感受得到 體溫從37升到37.5 有些人可能感受得到 你可能會覺得稍微有點燥熱 你可能會覺得稍微有點燥熱 但你不會直接想說 我體溫現在是不是比較高 你大概也會想到說 來喝喝水 水的天空山這樣子 所以或許這所有的事情當中 它只是發生在你身體內 甚至於某些部位 細胞的生理調節而已 這個調節呢 你可能要透過很麻煩的手續 才能夠觀察 它有察覺分析 它有發生變化 可以嗎 好 所以反應可以有很多 種可能性 只是當初在界定生命現象的時候 再提醒一次 當初界定生命現象的時候 我們是列出一些大原則 依據這些大原則 我可以判斷 某一個物體 它很有可能是生物體 所以這些大原則 應該要方便好用 對不對 生長 算容易觀察 對不對 繁殖算容易觀察 對不對 感應的話 還算容易觀察 反應當中的肌肉活動 這個算容易觀察 腺體的分泌好不好觀察 不好觀察 身體代謝的調節好不好觀察 不好觀察 所以才會分別把反應的肌肉造成的運動 列為是生命現象 好 但事實上 不要只看運動 你要知道 運動是反應的層面之一 它去跟感應這邊竄起來 然後整個事情才是完整 所以 耽誤一下 現在只差一個了 因果 因果 誰賦予因果關心是合理的 手觸電 腳縮回來意義不高 對不對 腳踩到尖堆的物體 腳踩到尖堆的物體 手縮回來意義很大 那麼 所以所有的感應到反應之間 常常會有一個強烈的因果關聯性 誰負責從中 將它們給串連起來 我受氣是一個部位 對 動氣可能就是另外一個部位 對 凭什麼可以讓我們身體 不同部位的細胞 組織或器官 可以有這樣的複雜的關係 誰負責 我們拿人體來講會比較快 而且馬上就可以理解 在我們身體裡面 負責可以協調我們身體 有合作關係的 就是協調系統或調節系統 那有兩個你一定聽過 一個叫做神經系統 對 既然觸電 請問是不是皮膚碰觸 手縮回來的肌肉在這個地方 你刺激的點在這裡 動作在這裡 對 而且重要的是這個因果關係是合理的 那個是神經系統在運作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內分泌系統 內分泌基本上它的作用感比較複雜 好 那一般來說 這兩套系統相伏相成 不是只有你過我的問題 是我們一起讓整個人體運作起來 非常的和諧和完美 所以這兩套系統都很重要 是看情況由誰出面出道 你不會希望反射動作是由內分泌主導 為什麼 你等到某一個內分泌 釋放到血液 等到它它會作用 起碼是10到15分鐘之後的事情 對不對 那釘子它鋪到已經 扔著你的腳在走的 這樣你看啊 所以這樣可以突顯出 將來等到學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它的重要性了 所以現在的 有很多 什麼神經失調 內分泌失調 有沒有 比較小看這件事情 好 結構系統出問題的話 你連帶你身體 整個運作的機能 表示有很大的問題 來 OK 生命現象就到這邊 好 有問題再來討論 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都會結束 好的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中文字幕提供